欢迎您加入这节新闻 我是蔡婷玉 最新消息马上带您关心 这台湾旅客参加越南复国岛行程 却遭到旅行社丢包事件的最新进展 由于台湾街团的年代旅游 还没付清包机费用 原本传出明天14号的飞机恐怕不飞了 越南越驻航空下午与年代旅游 平保协会一起召开协调会 年代旅游表示 因为过年期间 银行无法取款 因此尚未付清2月14号 赴国岛回台北的包机费用 越驻航空最终决定 基于人道主义 即保证台湾旅客消费者权益 明天还是会派遣飞机 载运旅客平安返回台湾 而这次旅游消费纠纷 总计共有767人受到影响 预计今明两天都会反抵台湾 平保协会将于2月15号 开始接受申诉 交通部观光署后续也将查查 年代旅行社是否违规 是否违触 请不吝点赞 公游100号